现在来华强美做背包客还能不能做到月入破万 这个职业说白了就是你去市场收机器 然后再加价卖给客户 只要你情况一点 月入过万肯定不是问题 别看背包客在市场门口无所事事 实际上月输入基本都不会低一万 万事开头难 我自己刚来华强美的时候也采了很多客 这期视频我就无偿的分享给大家 现在背包客的销落 无非就是同行批发或者是微商零数 刚起步没有客人的情况下 你也可以去你们当地的手机店 告诉他们你在深圳做手机批发 有自己的工作室 这样你来华强美之后 就算是一开始没有散客 但是只要同行一直在找你买机器 你也会有持续性的收入 如果你选择做零售的话 一定一定要做好短视频 别人看到你的视频才会来找你买机器 刚开始做的话也不需要压货 接到电单之后再去费用四路找机器 多在网上学习一下如何验机 背包客的销本工说白了就是在拿货的几分钟之内 判断这台机器有没有拆修过 是不是原装机 如果你对你的验机能力实在是没有自信的话 你也可以先去维修道口做学徒 因为这边每天都有大量从全国各地发过来需要维修的机器 聪明勤快点的话很快就能出师 如果你去学校去学习这些维修手机的技术的话 起码要几万块学费 但是在这里别人都会免费交给你 出师以后保底收入都在一万以上 这个时候你在市场挑二手机 一眼就能看出来这台机器有没有拆修过 哪怕后续你不卖二手机 回老家开个维修店都绰绰有余 许多行业看起来很复杂 实际上非常简单 技术门卡也并不高 年轻人最好还是要来到大城市 起码比小城市挣钱的机会要大很多